在电王大赛英雄联盟第二季的世界冠军赛 昨天是在美国洛杉矶来进行总军赛 我们的代表队台北暗杀星对上了劲敌韩国 虽然首场失利但是紧接着三连寸 在全球的玩家面前夺下世界冠军 台湾代表队台北暗杀星 以3比1击败韩国夺下国际电玩大赛冠军 抱走奖杯得到3000万的奖金 光荣的这一刻全台湾有30万的网友在线上观看 在我投入电竞的第一年 我发誓我要像杨家正圣一样站在国际舞台上 让所有人知道台湾这个名字 现在我们做到了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市场跟各个公众报告一下 其实每一个会上我都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吼叫 我根本没有做什么脱风 或者是主播紧张 台湾对战韩国抢冠亚军 每一刻都让观战的网友紧张万分 第一场韩国队强势装备小赢台湾队 接着连三场台湾队变换战术连番获胜 每上一支兵都有一种增加一万块美金的感觉 台湾队势如破竹 甚至在第三场韩国队自制赢不了 干脆举白旗投降 总之击败韩国暴走冠军 台湾民众都疯狂了 网路上也出现不少记忆品文 有中原大学的学生说是要裸奔 还有店家端出一百份鸡牌要请客 原本不被看好的台湾队 现在成了电玩大赛的世界冠军 除了让台湾正上国际舞台 也让人见识到台湾玩家的坚强实力 中天新闻 谢谢陈金雄 台北报道